中国面前,中国人如何为阶级论争设定制度性规则 西方的制度性规则已经建立了 工会是独立的政治力量,对吧 老子一旦发生纠纷就在法律的轨道上展开 比如说行业工会在西方普遍成立 它不是一个个别单位的工会 比如说航空港,它就是建立了一个行为工会 现在他们的工资赶不上通货膨胀的话 或者无法抵挡金融危机的话 企业家金融家公共在这个金融危机上面都散其身自己逃 那么那些人怎么办,发布发布 那发布发布很清楚的,讲会就办 先宣布,从今天起开始发布 但我们只有发布三天 别给那些凤凉吃吃 三天你好几个女生就漂亮,是吧 话说在前面,你看怎么办,是吧 那么对方就审认了 三天我乘这个座了 假如我乘这个座 我就去去布朗普 布朗普他宣布,一个礼拜 整个城市,现在飞来飞去不能停下来的时候 那他们都瘫痪了 那还两个按照法律的威劳 坐下来瘫痪了 这就是他们的阶级斗争的什么 对阶级斗争的一个制度性规则的设定 那么中国将来也要做设定的 怎么设定 中国的文化精神和西方肥养 这问题是第三 对于重建社会正义的精神基础的问题 第三 就是中国经济的自公主义方式 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复兴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无法向西方去寻求真理 价值的真理 我们刚才也做判断的理由了 我们无法把美元上的化 关于是汉语令的人民币上 说这也是中国价值的 既然如是 那么我们一定要寻根的 寻文化精神的根 是吧 我们返回到中国思想的根基础 让中国的文化精神 在今天开出新的道徒来 这个任务是我们不可回避 这叫反本而开心 中国人一直相信 中国的文化精神要 不断的变更了 那个诗经当中有一句话叫 周飞旧帮其命为行 这是中国人向来的世界观 所以今天中国人还将在 中国文化精神的根基础出发 先回到这根基础 然后开始新的道徒 那么这样的努力 是否和中国经济 不得不进行的 自贡主的方式之间 是充足的 这个问题现在最大 许多人都这样想 所以对那种国学论 儒家在当代的复兴 是根本怀疑态度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 我们不可能不走自动 就不进去发现防线 而这种自动的逻辑 怎么可以跟中国文化精神 向融合呢 它怎能是冲突的 这种判断 它这判断向过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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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